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九月十二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曹彥峻 今天首先我們來關心的話題是超私的進口雞蛋 又出現爭議了 有農業粉專滿主 質疑巴西的雞蛋 最晚是在五月三十號裝傳 不過臺灣加上卻出現保存期限 到十月份的巴西蛋 質疑這保存能不能超過四個月 被爆料的台農蛋品坦誠是物標的有效期 已經回收下架 史上署警察也發現確實是和原廠的 效期不符 但因為還沒有過實際的有效期限 所以日期改正之後 就可以重新上架了 農業部也強調市面上的巴西蛋 效期是到九月底沒有過期疑慮 超私進口蛋爭議不斷 農業粉專領備好油 在臉書爆料農業部房檢署日前表示 巴西雞蛋最晚五月三十號裝傳 但幾幾天卻還有巴西蛋在架上 製造日期是九月六號 保存期限是十月五號 質疑這個進口雞蛋 保存期限是否能超過四個月 而爆料所指的台農蛋品 負責人表示 席選蛋都是依照規定辦理 但是這批巴西進口蛋是物標 有效期已經主動回收下架 十號署也表示十一號有跟地方衛生局前往台農蛋品積查 確實發現產品標示的有效日期跟原廠規定不符 依法是可以開罰新台幣四萬到四百萬元的罰還 也責成業者下架回收 但由於還沒有過實際的有效期限 待改正日期之後即可重新上架 農業部則表示 有效期限是依據巴西來源廠標示 經過巴西來源廠評估運輸過程 全程冷鏈而且包裝完整 有做噴膜處理 因此效期可以達到四個月 而經過清查最後一批的有效期限分別是 九月二十四號二十五號二十七號 市面上發現十月五號的是 最後一批的巴西進口雞蛋 雖然標示錯誤但還沒有過期 只是進口蛋吸水效期跟國產吸水雞蛋一樣 效期都是一個月也引發外界質疑 農業部是澄清 進口蛋經過席選後的有效日期 完全依照原來來源牧場的有效期限為主 據未來法規是否需要與時俱進調整 將會再跟食藥署討論 記者綜合報導 激態建設因為施工不慎 造成大直街民宅傾斜坍塌 有市議員質疑建商會肆無忌憚 是因為激態在市府朝中有人 這包含了市府顧問孫美智 是激態董事會的專案顧問 而前景政署的副署長劉柏良 則是激態的副董事長 這兩個人都被點名 更被質疑是門神 這次市長長安安就強調了 如果有任何的違法施政 一定會依法作敗 激態建設因施工不當 造成大直街民宅傾斜塌陷 民眾有家歸不得 議員質疑建商之所以肆忌憚 就是因為激態在市府朝中有人 激態董事會專案顧問孫偉智 現任經理就是臺北市政府顧問 為什麼激態敢這麼大為 比市長還大 我第一時間沒有到現場 還敢掛李四川的電話 不接電話 不就是因為葬事者 曹中有人嗎 不就是市政顧問嗎 陳一軍起底孫偉智 除了是北市現任市政顧問 還身兼磐石開發公司董事長 事業版圖更跨足娛樂 餐飲及飯店 而今年初退休的前景政署 副署長劉柏良 目前則掛名激態副董事長 兩人被市議員點名是激態門審 記者實際致電兩人及其下公司 無法取得聯繫 但對於門審說 市長蔣萬表示 若違法施政一定依法就辦 蔣萬也強調要求激態面對負起責任 對於是否有官員涉嫌圖利 被建議召開專案會議會同 廉政署北區調查組啟動偵辦 為儘速保全市政理清案情 不排除近日執行必要的搜索保全動作 並約談相關官員說明 北市大致民宅清血探探案 今天上午是開放二十五戶 受災嚴重的住戶 可以在專業技師的陪同下 到屋內取物 不過市有議員就揭露了 監測數據公司早在一號 就已經提供了監測異常告知單 給建案工地 至於基泰早就知道工地異常 卻沒有停工 而隊員基泰大致公安意外 北市申請的首播假扣牙被駁回 市府表示 張研議是否要提出抗告 民眾戴戰全貌抓緊時間 東西不斷往推車裡堆 大致民宅清潔塌陷進駐第六天 北市建管處宣布 現場目前相對穩定 上午十點半起 住戶可以在專業技師陪同下 扳家取物 一梯次二十分鐘一次線 兩戶住內 生活用具 必備的身份證ID都在裡頭 二十分鐘太短嗎 二十分鐘 當然太短嘛 你們趕快反應 莫名其妙嘛 部分民眾反應只給二十分鐘時間 而且只能進去三次 實在太過參錯 市府統計至上午兩點二十五戶 都已經完成第一輪取物 三點三十分進行第二輪取物 十三號勝我進行第三輪 其實我們是跟時間賽跑 這個要請所有的住戶 理解跟諒解 建築物不但傾斜 位在一個相對軟弱的這個地區 大致民宅他縣案持續延收 議員揭露監測數據公司一大 早在九月一日 就已經提供監測異常告知單 給基泰大直建案工地的張姓主任 指一基泰早就知道工地異常 卻未停工 副市長離四川表示判定的所有資料都會透過正封處移送檢調單位鑑定 指主動聯繫北市府處理信託 絕無推託 台北市政府也證實 基泰一再十二日下午將一億元匯入市府指定賬戶 但基泰建設與北市法務局還沒簽信託契約 記者黃曼 陳柏玉 沈志明 台北報導 除了臺北基泰的大直建案事件之外 去年高雄也是有一處建案 因為地下工程疏失 先後造成了前方的路口 還有旁邊的巷子坍塌 導致附近有七戶的透天傾斜 需要拆除 而部分住戶和建商是達成和解 不過從今年的二三月份開始 建商所承諾支付的租金補償 卻跳票了 房屋的重建進度幾乎是零 拆除為了後的空地堆著鋼筋 卻不見洞工 高雄自強一路八十三巷口的建案 去年三月底因地下工程疏失 加上沙質地形 導致路口崩塌 八月中又造成零巷塌陷 井林巷子的七戶透天受波及房屋傾斜 牆面裂開 被判定為為樓拆除 其中六戶跟建商達成和解 由建商重建房子 但至今一年過去卻尚未動工 我們也不曉得他什麼時候要蓋好房子 然後現在已經讓他的工地復工 然後我們的房子也都沒有蓋 那我們是不是都一直在外面 要自己租房子在外面 然後我們相對的 我們負擔就會變得很大 眼看害房子被拆的建案已復工 自己還在外面租房 加上建商員承諾會負擔兩年的租房費用 收債戶卻從今年二三月起 就再沒收到租金補償 建商說會分歧也沒下文 痛批建商沒信用 建商回應目前以重建工作為主 建商強調考量安全需等建案結構體完成 才能挖地基 但工地緊鄰愛河桿潮段 涉及大潮地基穩定等問題 無法預估完工時間 會爭取在一百一四年六月前完工 公務局則表示雙方目前已依損零辦法完成 和解及提存金作業程序 公務局表示雙方後續若有爭議 應循司法程序處理 儘管建商表示會儘快動工 但租金被片面中斷等狀況 讓受災戶對建商難以信任 表示將在十三號召集受災戶 討論後續處理事宜 中選會發佈了二零二四總統立委選舉公告 全部明年的一月十三號是投票日 日估選舉人數大約是會有一千九百五十萬人 而政府總統參選人可以經由政黨推薦 或是聯署申請登記 不過中選會也重申了 表態要獨立參選的郭台銘陣營 他們所提出的電子聯署並不可行 聯署書的格式必須要符合法規 不接受洪海創辦人郭台銘陣營 提出的電子聯署 傳出郭台銘將在九月十四號舉行中外記者會 宣布副首後再到中選會登記 不過仍得是在也整合進度而定 而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宜 將啟程出訪美國八天規劃訪問紐約 紐澤西華府舊金山舉辦四場喬宴 也將拜會AIT官員國會議員 並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則舉行第一場國政院警發表會 公布零到二十二歲投資未來 世代三階段政策 包括提升使用幼兒送托者的補助 落實高中止免學費 沿以增設升薪市銀價 完成最低工資立法 以及推動囤房稅二點零 至於民眾黨柯文哲 受邀出席臺灣美國商會 午餐會發表演講 但並未受訪 外界質疑 民眾黨接連爆出黨籍幹部染黑正義 黨秘書長周台竹證實 柯文哲十三號將召開記者會 成立外部第三方平臺 讓黨員可以匿名舉報黨公職的不法行為 綜合報導 新中市長高鴻安 被資測回指控涉嫌抄襲 違反著作權法 台北地院 在今天召開了調查庭 高鴻安是北上出庭 對於近日引發的名車接送質疑 他還應說已經是有和新竹市的正風處 出示匯款給駕駛的證據 而被爆出好友李中庭 干涉到新竹市的跨年晚會議室 高鴻安也說絕無此事 不過前文化局長錢康明 是再一次抨擊高鴻安在說謊 還預告說明天見 發計程車現身 新竹市長高鴻安 侵權爭議延燒遭前東家資測會指控 博士論文涉嫌重置 自速提告著作權 十二號被傳喚出庭 市長還是訪問召集論文嗎 早在上個月法院就曾傳喚他 高鴻安說是要出席議會告假沒出庭 事後被爆出就連會議也缺席 這回到法院開庭因為高鴻安被控訴 寫的博士論文跟資測會 兩篇期刊論文多處雷同 一篇重置八成 一篇佔比三成 他在庭後表示下次先條件 希望能達成協議 除了聲線官司外 現在在遭離職部署爆料 高鴻安好有感症隱身那人就是李中庭 議事官說市府跨年晚會 高鴻安反駁強調早已和新竹縣長 楊文科達成共識 今年不會半跨年 反遭新竹市前文化局長 錢康明在PO文指控 李中庭喬事有錄音 直見風波連環報高鴻安還捲入 住千萬豪宅百萬私家車接送 等等爭議 大家這個私家車的這個爭議的部分 會不會有所謂的貪污或者是收賄的問題 我想昨天我也已經跟我們新竹市政府的 政風處出事 我會管給這個司機大哥的這個證據 那至於外界所說的這個世俗庭的部分 真的是一個烏龍爆料 新竹市議員於昨日告發貪污 檢方也分案調查 而新竹市長高鴻安回應 該說明的都已向正風處說明 一切尊重司法 引發一連串風波後續會虛心檢討 記者臺北新竹報導 新竹市前市長林志堅論文認定是抄襲 連帶波及到了指導教授 前國安局長陳明通 不過陳明通在八月份從臺大退收 經手調查學論案的社科院長蘇洪達 今天參加了臺大的卸任主管 及人員的融退一事時 又發現陳明通也在其中 認為他嚴重傷害了臺大 卻還可以獲掌 要求校長陳文章下臺負責 對於蘇洪達的意見 臺大消防師回應表示 學校是依循往例 在九月十二號舉行 年度民運教授 還有現任主管 及退休人員查會 而陳明通已經獲得了 教育部核准退休 所以名列在今年度的 退休人員之一 由校長按立代表學校 來製贈紀念品一份 這並不是獎品 更不是頒獎 國防部發布了兩年一次的國防報告書 內容中是響列美軍 在西太平洋的各基地部署 還有中共飛彈的打擊範圍 更納入中共還沒有成軍的第三艘航艦福建號 來進行標示說明 而對於中共航艦山東號 在我方俄蘭比東南方的六十里外海出現身 國軍去分析山東號的飛彈載彈量受限 油量也受限 航空打擊戰力不完整 中共製造區域局勢緊張 國防部十二號發布兩年一次的國防報告書 國軍秉持防衛固守重神嚇阻 借區中精化指管強化防衛作戰任性 結合全民防衛總力 透過遠距制敵及重神防衛 首度推出有聲書版本 命名為漢光一號演習 臺灣位處第一島鏈國防報告書指出 在美軍的印太防衛態勢 臺灣扮演重要關鍵位置 與兩年前報告書相比 中共對臺威脅篇幅大增 國軍積極籌獲機動小型人稀式 及AI武器裝備 報告書響列美日韓 東南亞等國對中共採取措施 以及印太地區飛彈競賽 美軍在西太平洋各基地部署 中共飛彈打擊範圍 與沿海機場擴建 以及對臺認知作戰等 而國軍推動一年義務役 強化後備改革 將投入城鄉作戰 我們是在義務役器的調整 以及後備精進改革這方面 我們是專張的論述 還有我們對於我們的不對稱作戰 這個部分我們也做了一些詳細的敘述 過去我們因為想定就是說 海岸縣市已經算是最後一關了 烏克蘭戰爭 那麼所給的一些啟示 學者表示 中共發動圍台軍演後 台海作戰沒有前後之分 針對共軍加大擾臺力道 中共第二艘航母山東號陷中五 而亂比東南方六十海里外海處 國軍分析山東號 航空打擊戰力尚不完整 我方也推動國艦國造反制 第一個它不具備足夠的海上直管範圍 第二個它起降飛機 載彈量也受限 油量也受限 潛艦國造的部分 現在目前的進度都是很正常 而且很順利的 那我們後續會按照我們作戰測評的需求 再來做一個整體的考量 尚未成軍的中共第三艘航母福建號 也被特別在報告出中標示 國防部表示代表共軍將邁向遠洋作戰 福建號將成為重大海上威脅 至於共機無視海峽中線 飛到我方東側線航區長距離飛行 壓縮訓練空域 國防部表示 中共各行機的型態編組 都有詳細分析掌握意圖 記者黃子杰 陳信龍 台標導 美國總統拜登在日前提到 中國近期因為經濟動盪 可能無力入侵台灣 不過眾議院的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卻抱持不同的看法 主席蓋拉格就表示了 台海處於高度危險時刻 尤其是明年的總統大選過後 局勢會格外凶險 近期應該是要以抗止性嚇阻 來防止戰爭爆發 而美國政府也必須要做好準備 美國總統拜登日前提起台海局勢 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因為中國經濟動盪可能沒有能力 入侵台灣 但是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主席蓋拉格則持不同看法 認為習近平近期多次提起韓戰 似乎準備打仗 台海處於高度危險時刻 二零二四臺灣總統大選後 局勢將格外兇險 因此短期目標是以拒止性嚇阻 防止戰爭爆發 民主黨的克里什納穆斯 也跟共和黨的戈亞格看法相同 也提出警告美國一旦政府失能 可能促使北京對臺動武 因此必須要做好準備 另外美國智庫蘭德公司 研究人員也表示 中國下一個目標 將是臺灣二零二四的總統選舉 中國正研究運用生成式的AI 操控各界對臺灣的看法 另又指出中國在輿論戰上面 已經率先使用假訊息等手段 近來生成式AI工具 更可以塑造出特定的意見或觀點 美國軍事新聞網報導 蘭德研究人員表示 雖然他們沒有確切的資訊指出 臺灣將成為主要目標 但假訊息變得更加可信 對臺灣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可能產生重大影響 記者黑泡組全力報導 家庭看護一工的申請門款 能否放刊 不再只用八十亮表來認定 成為了各黨總統參選人的 攻防政見之一 而相關部會在下午的時候 邀請民間團體來開會 確定使用了長照服務者 滿六個月以上 還有失日症的輕症 以及身症和喊病 這三大族群大約是六十萬人 未來將不用八十亮表 憑手冊就可以申請外籍看護了 不過具體的執行時間 還需要跨部會通盤檢討可行性 定案之後才能夠進一步說明 衛福部和勞動部召開放寬 聘估外籍家庭看護工 免憑多元管道諮詢會議 並邀請失智症 身障及喊病等 相關的民間團體到衛福部開會 未來向市輕度失智等三大族群 申請外籍看護可免八十亮表評估 對於肢體障礙或者是喊病 他本來有一些病症的限制 像肢體障礙就限定在運動神經緣 或八經身是症這兩類的疾病 那我們這次也把這個放寬 放寬申請有三大族群 包括使用長照服務者超過六個月以上 以及經過精神科醫師診斷 輕度失智症者 最後是身心障礙重度以上 肢體和喊病疾病不限病症 也納入放寬 統計約六十萬人社會 衛福部長薛瑞元認為 不使用八十亮表評估 好處是病人不用到診間 只要看過病有診斷 取得身心障礙手冊又符合規範 就能申請外籍家庭看護 但外界憂心一旦放寬 恐怕會讓極重度障礙 外界或失智症家庭更難媒合看護 外界看護他也是勞工 他也有勞動權 所以他會選擇 比如說比較好的工作環境 最需要照顧 或是家庭狀況最不好 環境最不好的萬家 反而是他們最不想要過去的 失智症的這個特性 還有相關的症狀比較特殊 相對來講 我們在輕度的時候 就會面臨到走失 他的安全居家安全 我們認為輕度家庭的確 也還是可能會有這樣子 全日性照顧的需要 探開勞動部最新的統計 今年七月扣除失聯移工 臺灣實際聘僱的看護移工 也比疫情前減少了2.6萬人 有雇主團體認為 問題不是在巴士量表 而是移工的來源太少 包括新加坡 香港 日本 韓國 光是在亞洲 他們的勞動力引進國 就已經不是像臺灣只有三個國家 一定要先去多開發一些 勞動力的引進國 目前申請巴士量表 最快三天就能拿到 但如果評估外籍看護工 最快要等到半年 民間團體認為 除了放寬申請門檻 制度一定要有配套 才能讓有真正需求者使用到 記者 郭彥馳 郭俊玲 吳家寶 臺北綜合報導 燈格熱疫情升溫 疾管署公佈了上個星期 新增兩千一百二十七例個案 三例死亡 今年到目前呢 累計是超過了六千四百例的 本土確診了 成為十年來的次高 疾管署表示 因為每一年的氣候 和降雨量還有慢性病的情況不同 預估在十月底會來到高峰 不排除衝破萬例 也要求各醫院 把燈格熱病患 以症狀的嚴重程度 分成ABC三級來進行分流 化學兵全副武裝繽紛多路來回 不停噴灑藥劑消毒 因為本土燈格熱疫情持續升溫 疾管署公佈上週新增兩千一百二十七例 本土病例還有三例本土燈格熱死亡個案 都是居住在臺南市 年齡介於四十多歲到七十多歲 都是男性 三人都有潛在疾病 其中四十多歲的男性從發病到死亡 只有一天 累計今年本土燈格熱死亡 已經有九例 因為目前本土燈格熱疫情 還是以臺南市最多 今年以來已累計五千七百六十例 但日前臺南市教育局行文通知學校 若校園內被查獲燈格熱陽性滋生員 以及教職員生感染登格熱疫調 確認在校內感染要處分相關的人員 對此教育局長出面否認 除了臺南高雄市登格熱疫情也持續上升 累積病例打兩百四十三例 還出現區裡群聚感染 國軍八軍團的化學兵也南下高雄支援 其中還包括女大兵也全身防護衣 佔進民宅噴藥消毒 現階段高雄市的疫情呈現多點散發 甚至有群聚的風險 針對室內一樓 除了臥室之外的空間 頂樓 棋樓等室內外的場域 進行熱煙霧空間噴藥的作業 其實目前國內本土登格熱病地 已經來到六千四百六四例 更是十年來的次高 機關書表示受到每年氣候和降雨量 慢性病狀況不同 預計十月底會到高峰 不排除衝破萬例 已經要求各醫院把登格熱病患 依症狀嚴重程度 分成ABC三級 啟動就醫分級收治 避免醫院擁塞 排擠醫療量能 記者為吳家寶 溫正恆臺北台南報導 國安局前組長劉冠軍 在二十多年前管理國安命帳的時候 涉嫌侵占公款一點九億元 除了是用來買房治產之外 還買進了多檔股票 被查出名下持有超過二十萬股的台積電 十九萬股的聯電懂不少股票 攝影分數表示 包含了股票 股力 還有查扣存款等 成功追徵了一億五千多萬元 追回金額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五 別墅不滿雜草 外觀斑駁掉期 國安局前組長劉冠軍 當初花了上千萬買下這棟房 登記妻子名下 如今早已被沒收 只要測量等程序完備後 執行數就會法拍 因為他用公帑來買房 購房這筆錢不過是侵占的冰山一角 劉冠軍二十多年前管理國安秘賬 涉嫌私囤公款近兩億元 賣房買珠寶多檔股票也入手 持有十九萬股聯電 四十六萬股花邦電 九萬多股雲成 當時更用每股五十元買下百張台積電 現在全數被追徵 股票換算限值 加上股利存款等等 追回金額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五 只是劉冠軍犯案後沒多久 就帶上外交機密文件 奉天當陽明德專案 涉嫌潛逃對岸 從兩千年逃跑後 劉冠軍因為涉嫌貪污被通緝 前年再遭高檢數 以投敵罪前發布通緝 逃亡了二十多年 背負多項罪名 監方要持續偵辦 但他目前身在何處 行蹤依舊成名 英國的國會殿堂爆發出共諜案 警方查出兩名英國籍的國會研究員 涉嫌替中國刺探情報 而其中一人是曾經有擔任過 議員交流平臺 中國研究小組主任的凱西 也引發了英國政壇震盪 不過中方是矢口否認 在英國從事間諜活動 五方的外交部就表示了 就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 凱西沒有硬邀來過臺灣 也沒有接觸臺灣高層的紀錄 英國國會爆發共諜案 英國媒體報導 兩名英國籍的國會研究員 涉嫌在職時替北京當局 試探情報 今年三月遭到逮捕 其中一人是曾任議員交流平臺 中國研究小組主任的二十八歲凱西 儘管凱西透過律師發表聲明 宣稱自己清白 但他在政治社交圈相當活躍 消息一出引發英國政壇震盪 英國首相蘇納克日前在G20峰會場邊 也當面向中國總理李強表達抗議 但中方矢口否認 在英國從事間諜活動 所謂中方對英國進行間諜活動的說法 純屬無中生有 學指出中國透過各種管道和手段 在西方蒐集情報時有所聞 雖然不一定能獲得機密資訊 但和政治人物熟視就能遊說引導相關政策 對北京採取和緩態度 以放長線釣大魚的方式發揮影響力 而由於我國近來和英國國會互動頻繁 我外交部指出凱西未曾應邀訪台 也沒有接觸我方高層的紀錄 外交部對於重要訪兵的邀請 以及在臺拜會的對象 以及聽取簡報的內容 都有一套嚴謹的評估機制 而政府國安單位之間相關的橫向聯繫 也非常的密切 外交部強調外國的國際兩岸學者來臺拜會 政府機關國安單位前 都會經過嚴格審核 以防中國在 切記滲透 兩天零一年的九月十一號上午 美國境內有四架飛機被蓋達組織劫持 分別衝撞了美國重要的經濟和政治軍事地標 導致有近三千人罹難 雖然美國總統拜登在十一號 因為行程的影響 沒有出席世貿中心圓址所舉行的哀悼活動 但他依然表示 美國永不遺忘九一一 也不會讓外敵攻擊美國和盟友 民眾狂奔逃離現場 美國九一一事件已經二十二週年 當年蓋達組織劫機 衝撞紐約世貿雙塔和五角大廈 驚悚畫面仍歷歷在目 十一號 紐約及美國各地舉辦多場紀念活動 在曼卡頓九一一紀念館 舉行的追悼儀式上 家屬一一念出兩千九百七十七名 罹難者姓名 心中的傷痛仍難以忘卻 美國副總統 以及紐約前任和現任市長 紛紛出席追悼活動 總統拜登則在出訪回城時 在阿拉斯加美軍基地發表演說 強調將永不遺忘九一一事件 儘管與阿富汗長達二十年的戰爭已經結束 美方人承諾不會停止防範 那些針對美國或其盟友的攻擊 九一一事件當時共有四架飛機遭劫持 前三架衝撞重要建築物 第四架在冰咒郊外墜毀 機上無人生還 這場恐怖攻擊 絕大多數罹難者為平民 大樓倒塌產生的有毒物質 也導致附近居民身陷疾病作苦 而美國隨後則發動反恐戰爭 從此改變了全球證據的樣貌 共是新聞兩葉編譯 美國FDA在十一號批准莫德納 還有輝瑞BNT 新推出的新冠疫苗加長針 來遏制疫情在美國升溫 兩家疫苗廠商都表示 加長針對目前的主要病毒株 一至一點五有效 專家建議在冬季的新一波流行高峰 來臨之前 接種加長針 才可以應對新變種病毒 自從夏季末以來 美國新冠病毒住院人數持續增加 所幸過往接種的疫苗 仍能提供一定保護力 住院人數並沒有去年同期那麼多 但專家表示保護力會隨著時間減弱 加上新型變種病毒能逃脫免疫 有必要為一年前的新冠疫苗做些調整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十一號批准對十二歲以上的人 施打莫德納和輝瑞BNT 所推出的最新加強針 六個月到十一歲則須緊急授權 即使從未接種過疫苗的人也是用 FBI還指出 儘管加強針 應對的變異株XBB點1.5 已非美國主流病毒株 但因為XBB點1.5 與當前主流株非常相似 因此這款疫苗仍可以起到防護作用 來減緩三種威脅同時夾攻的危機 展望未來FDA預估新冠疫苗的成分 可能需要每年更新 就如同季節性流感疫苗 莫德納執行長 還鼓勵高風險族群同時接種流感疫苗 跟新冠加強針 公司新聞政委人編譯 瑞典從二零一七年開始 在中小學造育的軟硬體設施上面 是特別重視科技產品運用 不過小學生的平均閱讀 還有理解測驗成績 卻出現了下滑 為此去年底上臺的新政府 決定要播出六千萬歐元 來添購圖書 商業部長也主張 不得對六歲以下學童 進行數位化教學 歐洲國家的中小學教育 近幾年來大幅度的擁抱 教育科技產品 瑞典就連幼兒園 都有老師使用平板電腦教學 但瑞典小學四年級學生 在國際閱讀素養 進展研究項目的測驗平均成績 卻從二零一六年的五百五十五分 降到二零二一年的五百四四分 對此教育部長愛德霍姆 把矛頭指向了過度仰賴電腦與平板 今年九月開始的新學年 有些學校開始限制科技教育產品的使用時間 並回歸傳統直筆的書寫模式 我認為學生不應該用的文章 學生在寫文章 在寫文章 至少十年代 因為我認為 學生需要時間 發展成功能 成功能 成功能 教育部还大手笔地宣布一项价值6000万欧元的图书采购计划 未来两年每年还将再投注4000万欧元经费 在传统书籍的采购 澳洲墨尾本蒙娜许大学教育系 过去25年智力研究学校数位科技融合的专家 却认为瑞典政府的转变纯粹是政治考量 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八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便紧急呼吁各国在教育领域中妥善 应用科技既要加速让中小学校具备上网条件 又要注意不要让科技取代以教师为主导 面对面的教学方式 公司新闻王沪文编译 高等造与普及化也引发了学历贬值的讨论 还有高学历是不是就可以保证就业等疑虑 不过现阶段在AI还有生化等领域蓬勃发展 所以相关科技的硕博士毕业生 并不担心找不到工作 有人力资源专家就表示了 并非是高学历没有帮助 而是可以看工作的需要来禁收补偿 专注着操作的电脑 找寻需要的资料 如果可以还能将所学写成论文发表 贡献给世卫大众 董博士是国立大学统计所的博士 面对现今大数据AI等领域蓬勃发展 大部分同学们都到产业服务 他则是选择做博士后研究 希望未来能从事教职作业英才 统计这个科目跟现在大家会说的 什么大数据 那个其实是有一些关联 因为统计我觉得基本上 他就是属于一种资料科学的学科 我觉得去业界 我觉得六七万以上应该是可以的 有一些职缺就是限定博士才能 才能就是进去 就是有这个研究要有研究能量 高等教育普及化下 近年来出现学历贬值的讨论 以及高学历是否保证就业的质疑 但是专业的技术人才这块 似乎不然 像是国科会推动明年起 博士班研究奖学金的人数 从三百名提升到一千名 博一到博三 每月奖学金四万元 都有国科会支应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 博士生练博士的时候 他的生活 他就不需要担太多的心 由于博士的修业年限 最长为七年 能力资源专家分析 调查显示 高达八成七的上班族 认为自己现在的工作 不需要高学历 不过像是技术人才 平均月薪为四万五千元 比非技术人才 多约一万三千元 所谓的流浪博士 可能都还是念 这个文组的一个这个博士 那当然生化制药产业的话 其实念到博士学会 专注在这个 研发的相关部门的话 其实是有助于这个薪资 跟这个升迁的 能力资源专家认为 高科技产业 求财若可 博士条件的职缺 待遇更有调生的空间 显示并非高学历没帮助 可是工作需要再进行补强 记得陈嘉欣林之间 谢正宁台北报道 台北市的校园食安出现问题 位于内湖的闭湖国小 所提供的营养午餐菜色 还有金属针馆 也导致一位明湖国小的学生 吃到口中之后 发现异物就立刻吐了出来 幸好没有造成健康问题 而校方和教育局是证实了 确有此事 对于公餐的营养午餐菜色 还有金属针馆来进行查查 同事业违规祭典八点 开罚一点六万块钱 餐盘上摆放几道佳肴 这一些是今年六月十四号 北市内湖三所国小的营养午餐 结果传出 当天有学校的高年级学生 吃咖喱炖猪肉食 吃到金属针馆 先放到嘴巴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异物 然后就拿出来 所以是小朋友当天是没有吃到 也没有受到伤害 也没有送医的情形 我们也有进行一些检讨的会议 供应营养午餐的壁湖国嫂 平常也供餐给邻近的明湖和康宁国嫂 事发当时 是明湖国嫂的学生吃到义务 幸好检查之后 暂时没有健康状况 后续校方也立刻和家长说明 团餐业者致歉 也强调会对肉品供应商求偿 餐和工会指出 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未来会要求各厂商做好把关 博士教育局也说明 该义务和工餐厨房的用具尺寸都不一样 依次是原物料带入 已经通报卫生局等单位进行查查 而学校对团线业者 G点八点开罚一点六万元 除此之外 教育局也说 一百一十二十年度会加重午餐契约罚则 重大缺失祭典 累计时大典就处罚停餐至少一周 罚款也会增加 违规累计小典家大典乘以二 总合达五十点就可以终止合约 希望可以杜绝类似的事件 再次发生影响学生食安 记者曹燕峻王兴忠 台北报道 加益线在十一号降下豪大雨 造成赤兰溪暴涨一流 而临近的养鸡场 更是水盐二点五米高 有六万只鸡被淹死 而且厂内的设施也因为泡水毁损 财务损失至少是六千万元 而屏东山区也因为大雨 导致北大五山步道两处崩塌 涅壁的鸡汁堆成小山泉沾满凝砂 业者忍痛清理 加益十号受地压带影响 降下豪大雨 导致水上乡赤兰溪暴涨 液堤附近养鸡场水淹 二点五米高 不只造成六万只鸡淹死 场内席损弹 涅槃机等设备也泡水毁损 出股损失六千万以上 厂商会进来做相关的修复的动作 那接下来包括这一些围墙的倒塌的部分 整理完之后应该最快 最快的话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业者评估 重复养需至少半年 淹水还导致当地十一号停水停电 十二号水来了 工作人员赶紧冲洗楼梯 地上的泥泞 现场翁张良 上午也在乡长等人陪同下 到现场勘灾 翁张良表示 会跟中央商讨找出解决当地 淹水的办法 十号暴雨 为嘉义带来严重灾情 而屏东受西南气流影响 山区连日强降雨 也造成北大武山步道两处崩塌 才刚修好准备开放的步道 因暴雨十号再次崩落 下线至少两米 已无法通行 林业保育署也宣布 步道及山屋暂停开放到二十一号 以确保登山民众安全 记者嘉义屏东报道 台中后领马厂的马匹 近三年多已经死亡了九匹 而存活下来的也出现营养不良的状况 有议员就质疑 营运厂商照顾出了问题 不过台中市的官吕局就解释了 因为马匹都是高龄马 大多是自然老死的 环境也符合规定 厂商并没有照顾不周的问题 工作原子系七起马匹 之后还要补充食物 看起来照顾不马虎 台中后领马厂 近三年多以来 传出原本的二十六匹马 已经有九匹死亡 还存活的也有营养不良的状况 有议员质疑 营养厂商的照顾出问题 议员也质疑 市府将后领马厂及花武馆 从2020年委外 每年的收益共两百四十六点五万 但官吕局还得编列辅导管理费 四百四十一点二万 根本就是亏本 台中市官吕局表示 当时点椒的二十六匹马 平均年龄为十九岁 已经属于高领马 死亡中的七匹是自然老死 另外两匹是因病死亡 没有照顾不周 马匹十六岁以后就是老领马 目前后领马厂的马匹 平均重逸约十九点一岁 因为营养气都不佳 造成马匹的体型偏受 那平常每天都要给他洗澡一次 照顾都相当不错的 厂商强调 马匹每天会固定时间放风 一天进食四餐 除了喂食末素快 也有添加营养品 在今年二月已经改善通过评件 没有照顾不周的问题 但动宝团体表示 今年四月前往线刊 还是有不少问题要改善 每个礼拜会让马匹运动一次 然后可是这其实是远远不足的 那他至少要让马匹运动一天一次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他的放牧区 也有这种就是遮蔽不足的情况 动宝团体表示 厂商受限人力和专业不足 建议市府应该加强监督及提供资源 而且邀请专家再度会刊 建立改善机制 才能够维护动物权益 金耳银健身彭幻群台中报道 台湾女排在上一届亚运 收下历届最差的第九名 而本届杭州亚运 他们转换了囚峰 加上心血入队 载人团希望选手们 可以创造历史 重回亚洲列强 打速度 打立体攻击 亚运女排队二月集训后 潮心囚峰调整 转换囚峰的关键人物 是上届亚运 带领男排拿下睽違二十年 铜牌的总教练 陈玉安 稍微加入一点男生的计战术演练的元素 那所以其实要因为近几年的女生 其实在不管是在欧洲或亚洲 其实打球的球风跟球术都一直往男生这边靠拢 国际女排球风渐渐改变 往男排靠拢 加上东南亚整体实力提升 陈玉安说台湾女排若不改变 不是退步就是停滞 而对选手们来说 从小到大没这样练过 挑战不小 女排球员阵容换血平均不超过二十五岁 选手们自认沟通无碍 担任队长的三朝元老陈姿雅 举球员廖以润曾殷商一度转任教练的赖湘成 希望用自身经验协助学妹们不却场正常发挥 学姐互相拉着队友 然后拉着学妹去提醒她 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一起欢呼一起胜利的感觉 不管他们在接发球还是进攻的时候 他们会先看到我的脸 对所以我一定要保持很稳定的状态 然后看起来轻松让他们可以去打对方 希望今年可以记得那些错误 然后带着大家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 然后前进这样 沟通磨合女排队疑训欧洲有成 六月下旬的亚洲女子排球挑战杯 四胜两败获得继军 多位亚运选手出征成都世大运 八月底再战亚锦赛 高点防守等面向进步很多 一个人他们去打世大运回来 就是在整体的篮防系统上面 尤其是防守其实我们已经不太怕 就是国外的枪击球 对教练回来也有特别提醒 就是只是在可能在小球这部分 我们还要多去练习 持续成长找到最适合的阵型 总教练成员评估 女排至少要先进前六强 若分组稍有优势 前四强因没问题 期待选手们创造历史 重回亚洲列强 记者林小慧沈志明 高雄报导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明天依旧是个晴朗 午后有局部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自从第二代离开以后 台湾附近没有太明显的天气系统 目前只有在我们东方海面 有个结构不太好的低气压 它的强度发展是有限的 未来会向西南西的方向移动 而今天在台湾及附近海域的上空 是晴朗的 中午以后有午后对了云系的发展 目前气象局针对嘉义引南地区 发布大雨特曝 而在明天天气方面 我们预估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 马祖地区都可以看到阳光 中午以后在南部地区 以及各地山区会有午后的局部雷震雨 至于在温度方面 我们预估明天中部以北的高温 大约三十三度左右 东半部 南部 澎湖金门的高温三十一度左右 马祖二十九度左右 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我们预估会持续到星期五星期六 而星期天开始 由于南方低压会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各地天气不太稳定 预估星期天开始 东半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降雨 几率会比较提高一些些 各位朋友这几天起床 有没有发觉天气变凉了 像今天清晨最低气温 是在花莲的鲤鱼潭只有十九点三度 提醒大家这几天夜里清晨比较凉 大家早出晚归要适时添加衣物 另外其实这两天天气是稳定的 外面的日照是强烈 提醒大家适时补充水分 外出做好防晒工作 以免热伤害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讯 北部是二十四度到三十三度 中部是二十四度到三十三度 南部是二十四度到三十三度 东部是二十三度到三十二度 外岛是二十六度到三十度 那关心明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北部到中墓地区是民甘等级 南墓地区是普通等级 盈兰花东还有外岛 全部都是良好等级 愿意收看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